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报告 美国11月CPI年增6.8% 瓦斯、食物、房价全都涨 美国拜登总统似乎早知道 这份报告将引起民怨 他在民主峰会场合外 花了不小篇幅向国内民众解释 希望能够平息众怒 以个别物品来看 汽油上涨幅度高达58.1% 是1980年以来最大涨幅 美国劳工部另一份声明指出 虽然过去一年来薪资成长4.8% 但完全不敌通膨 专家表示 由于运输成本和汽车生产已经逐渐改善 通膨压力可能会在明年初开始缓解 但今年12月份的通膨仍然居高不下 拜登重申他那份总预算 1.75兆美元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 将有助于降低物价 而联准会也会在下周政策会议上 考虑加快缩减大规模债券购买的步伐 许多经济学家则预计将会提前升息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.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 decir新的国际方向 quare对比赞亿数那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